《論盡社福界》 歡迎大家收看節目《論盡社福界》 今天有香港政策透視代表歐陽大初 為大家做客席主持 這一集比較特別 因為很多時候說社福界的事情 跟勞工的事情好像沒有關係 但今集主題是在職貧窮和最低工資 究竟這件事跟社福界有甚麼關係 我們待會再跟大家說一下 首先介紹一下我身邊的兩位嘉賓 我們都很老友 其實不是的 都是今天邀請來的嘉賓 我是很客觀的 在我右邊的就是有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代表 組織幹事施承威先生 我們一般都是叫你示威 大家好 左邊就是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的組織幹事 潘文翰先生 你好 叫你阿翰 為何今天有這個節目 話說現在社福界裏面 近幾年我們很多的工作 都跟就業有關係 譬如怎樣去幫一些基層人士找工作 甚至政府都很喜歡 大家都知道 強迫一些拿中緣的 可能是單親家長 或者一些長期失業的人去就業 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 他們就業的方向 或者是找到的工 都是跟最低工資有關的 因為大部分都可能集中 在一些非技術性的行業裏面 又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很零散 和很低薪的工作裏面 所以今天特別是希望有機會 拿出來說回 究竟最低工資這件事 是不是好像很多人這樣說 實施了已經有三個月了 5月1日之後 好今天三個月 是的 沒錯 今天三個月 真的忘記了 這麼有紀念性的日子裏面 說這件事是最對的 究竟對於一些要找工作 做就業服務的失業人士 是不是一個惡號呢 又或者是實施了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些什麼呢 我們可以今天一起聊一下 已經三個月過了 兩位在大家的工作範圍裏面 你會見到在不同的行業 或者是很普遍性的 對全港的影響裏面 大家看到些什麼現象呢 我想其實最近一些的數字 都反映了 就是最低工資實施之後 那個反應是並沒有如商界 或者是一些反對最低工資人的 預期造成失業 倒閉 這些事情我忠忠看不到 如果看回最新的這個 六月份的這個失業率 其實是3.5% 跟未實施最低工資之前其實是一樣的 你的就業不足率還要跌了1.9% 由1.9%跌到1.8% 所以見到就是 整體上來說 我們見到最低工資並沒有帶來失業 亦都沒有出現一些很大的負面影響 不知道示威你那邊有什麼提法 其實因為我自己本身 就是在香港賦雷工協會工作 我們都有做一些職業的介紹 或者收一些空缺 我有一個很不科學化的調查 就是發覺最近的確是有很多空缺出來 至少不知為何以前沒有那麼多 最近就有很多公司 不斷地說我們有空缺 你會不會介紹到一些人來 每次都是很多位 還有很多人工 亦都是視乎不同職位 有高薪少少的可能是9000多元 低薪最低工資都有 還有另一方面 因為我本身都有關注清潔工人的權益 如果是清潔工人 他們根本上就是手東其衝 因為他們本身 原本就是全部都是不夠最低工資 是加了最東資之後 終於全部加到最少28元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受影響的 我在我跟工友去談 落區接觸的時候 基本上那個工友 他們最簡單就是加了薪工 至於他們工作的職位多少 或者會不會有人受解僱 我暫時來說 都沒有工友出來說 當然個別的一些不同的勞工的個案 這個常常都有 但是一些整體看到 有受到最低工資 而突然間出現了職位少了 被人解僱 或者不停換人 這個最少清潔工 我暫時就看不到 但會不會其實是 即是未浮現呢 只不過影響 因為我想很多時候 你知道香港很多報紙 不論學者也好 或者社會人士也好 都是很覺得 之前那套自由經濟學 都會覺得 總是有帶來很多負面的影響 不過現在呢 會不會是三個月所以未看到呢 我想應該不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 如果對於就業市場 或者對於基層經營影響比較大 反而是最低工資實施之前 那一段時間 四月份的時候 反而是會多 譬如說 那些僱主去改合約 去減工時 或者是等等 其他陰濕招數 就是那個時候會做 但反而到了現在 已經實施了之後 其實僱主已經定下來了 他們都要接受了這個現實 就是有最低工資 他要去給那個工人 其實反而我們已經 譬如在職工盟裏面 我們亦都聽不到 有太多這些負面的個案 打上來 所以反而 其實我覺得現在這個情況 已經大局已定了 僱主接受了有最低工資 28元 僱員都現在開始 可以享受到最低工資的待遇 其實已經是去到一個 挺平穩的地步 不過我都想補充 我也同意阿漢所說 其實那個變化 就算是從青月工來講 其實那些合約等等 影響可能在5月1日之前 就已經很多公司 跟工友合約 不過那時候的爭議 也不是說人手增減 而是純粹我們的工友 是爭取我們應有的 飯中休息日 在那裏反而是多些討論 和多些話題 但反而去到實際上 人手 或者是會不會炒人裁員 那些職位會不會少了呢 其實那時候根本也看不到 什麼影響 但我都想說回 即使用自由經濟 那些商家所說 即是說最低工資有很多影響 但我覺得 即是最少現在我們看到 其實根本上大家都心知肚明 其實整個經濟和就業市場 其實受到很多因素影響 即是現在我們 即是沒有人能夠 即是說 因為最低工資 所以就導致這些問題 這些其實都是 他是這樣說 但我們也都知道 原因其實很多 只不過他們特意抽出這件事 就嘗試希望可以醜化這件事 或者希望可以 令到最低工資 沒有那麼容易實行不到 嗯 大家剛才 小偉又說起這個 即是繁中休息日 之前在全城都掀起一個熱潮 不過現在好像過了 現在的結果 現在在很多行業那裏 不知道怎樣處理呢 其實我們看回 即是 當然一部分的僱主 或者一部分的行業 他們會有傾向 是將 即是繁中休息日 由有新改無新 嗯 但也都 其實古墓的地方 就是 看到也都有不少的僱主 他們是會 覺得 繁中休息日 是一個比較基本的權利 所以他們是願意去保留 繁中休息日 那麼他們說 雖然對於他們的成本是有所增加 但是他們都看到是可以 令到僱員是會 對僱主 或者對公司的規則更加大 所以其實我們看回 那個情況 可能是 有一部分 是將 繁中休息日 將它刪減 但是其實 同時看到有 很大部分的僱主 是保留 反中休息日 所以其實 正如 我們當時 去說 其實是一些無倫僱主 希望去走法律 才會去嘗試去 減反中休息日 但是其實你說 大部分的僱主 所以他們都是覺得 給反中休息日 的僱員 是一種很基本的福利 或者權利 所以 就不可以好像 我們平日 很多時候 香港人都以為 香港所有的僱主 都是賺最大的利潤 一定是不肯給的 這些 其實不一定 似乎看到現實 又不一定 完全是這樣 但是不知道 說到實施了三個月 剛才有個輕輕提過的清潔行業 不知道其他行業 例如飲食 現在實施了三個月 有什麼情況 看到 飲食的情況其實 都挺鼓舞的 因為飲食及酒店職工總會 其實六月份的時候 做了調查 去了解 究竟工人在職工實施之後 那個工資的變化 這個調查發現 其實六成的僱員 都有加薪 而增幅其實都很可觀的 其實差不多大部分都說 可能是加了六百元 七百元一個月 其實這個增幅 對於過去 我們說十幾年 經濟那麼差的情況的時候 其實基層工人可以獲得的 收入那個增加 一定沒有這種 那麼大幅的上升 如果沒有穿低工資 你試想想 怎麼可能突然之間 整個行業大幅度 這樣提升 這個薪金 沒錯 清潔業那邊 除了剛才的情況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 其實 說真的 正如剛才所說 其實那個變化 我覺得都是圍繞反中休息日的爭拗 正如阿翰剛才說 其實很多清潔的外判清潔工 其實主要就是政府 或者某些大機構的外判工 其實老闆都肯給這個 反中休息日的工友 有些可能有給休息日 有些可能就 反中休息日都有給 因為其實 說真的 反中休息日這件事 都是對最基層 最低薪的工友才有影響 因為他們 就是 究竟計算 工作時間 就是成大成小 如果根本上八九千元 九千元一萬元那些 其實根本上 就已經算不算 就是影響都沒有什麼 所以 不過這個我也可以補充 其實就是 反中休息日那裡 之前我們工會 都和這個領會監察 都有做過調查 其中一個 就是答應了 給這個 反中休息日的工友的機構 就是領會 我們都調查 領會究竟 現在他有沒有給這個 就是工友 有沒有收到 他所承諾的 反中休息日 不過很可惜 我們 就是情況 我相信整體來說都好 不過 但是始終在 我們調查的時候 都發覺 其實有一些商場 尤其是街市 外判的清潔工 其實就拿不到這個 飯中休息日的人工 就是他們 我們計算勻之後 發覺除了 是不夠二百元 就是說 他們那些飯中休息日的 時薪是少於二百元 或者沒有 所以所有東西 除了就不夠二百 這個呢 我就覺得 其實最主要 反而就已經是 脫離了最低工資的問題 其實就是可能 其實是說 整個外判制之下 其實領會根本上 他管不到那些外判商 他可不可以做到 他領會所承諾工友的東西 同時那些外判商 也都會用盡不同的手法 就是希望 上面有這個政策 但他中間 他就嘗試用不同的手法去省錢 因為我們其中一個 就是很搞笑 有些公司 他在飯中休息日 他肯給 不過他就說 我用舊的月薪去計 舊的月薪 可能是說 他們五千二的時候去計 那時候計回來 飯中休息日的人工 不是二百元 可能是二十五 或者十幾元都有 所以用這些不同的手法去省錢 所以這個其實就顯示到 當然最低工資我們 是非常之重要 但其實同時 在很多基層工友 尤其是盛行外判制之下 其實外判制的工友 拿不拿到他應得的權益 其實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但這個領匯承諾了 會用二十八元去飯中休息日 沒錯 所以他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出了因為本身 監察的問題 監察問題 執行問題 而且他本身 因為當中的情況 就是他後來有些退退 他本來承諾了所有的 旗下工作的工友都有 後來我們公佈了調查之後 他就說原來這個街市 其實就不算是我們的 因為街市 我們是被人承包了 趁機就 又不關他的事 又不關他的事 之後呢 有一些他就說 我們調查了這個情況 但是他就說是沒有 這個當中其實我們 以前一向都是這樣的 其實就沒有掌控之前 其實我們做的調查 可能領匯都會否認 但後來其實很多工友跟我們說 其實做完調查之後 發佈了之後 其實領匯都會立即做些改善 這個我們接下來要再看 因為我們要問 公佈實際他收多少工 所以來看看會不會 公佈說原來又改善了呢 這個也是要再看看 究竟他之後有沒有跟進 這個我想這樣 在螢光幕前面的觀眾 如果你是附近住的地方 有領匯的話 有空請大家可以到廁所或商場 可以看到清潔工 可以問問他們 反中休息日的價錢 我們是否有電話 可以上網找我們這團體 報告給我們聽 讓工會可以繼續跟進 我們有熱線的 熱線是27708668 可以在這裏 去哪裏 對 旅工會我又沒有數 如果是有關清潔工人的事情 我們有個清潔工人職工會 電話就是27904848 大家可以打來幫工友查詢 或者工友有任何人都可以打來 似乎不同行業 初步來看 影響有些都見到 又不是一個很大的負面影響 但有時候 很多很特別的群體 例如青年人 或者是復康人士 其實都頗擔心 而擔心 包括了不單是他們自己 有時候可能是他們家人 或者是社工 社福機構 都很關心 最近年青人有個報道 就說 最近15至19歲的失業率 好像有所上升 這個究竟有幾大程度 是關於最低工資的事 其實很難說 因為涉及到很多因素 包括我們特別會知道的 例如你說 6月7月這些時間 是特別多的學生畢業 於是多了人出來求職 令到市場上多了求職的人 其實失業率都會上升 就不一定代表 那些青少年本身有東西做 然後就變成沒有東西做 其實就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其實難說 但我們也試過 曾經打電話去一些 例如法郎 或者是一些美容院 去問一些 例如他們請學徒的情況 其實我們發現 情況就不是想像中那麼差 因為很多的法郎 很多的美容院等等 其實他們都需要請很多學徒 而他們在現在這個法律實施之後 他們都願意用28元時薪 去聘請一個學徒去做 因為他們都知道 這個是他們需要培訓一些新人出來 培訓一些多些人去做這個行業 他們的行業需要繼續發展 如果他們說 我不肯給了28元的學徒 我請少這個學徒 其實他們最終受害自己 這個行業都沒有人可以繼續做 所以其實看到青少年的就業 我們當然需要再看那個發展 但是現在看來 其實那個影響都不是看得那麼大 我們不是想故意唱好 這句節目就是唱好最低工資 不過如果平心如來 在我們接觸的經驗裡面 似乎就不是一個洪水萬獸 或者一個災難 不像很多商界這樣說 因為我覺得 尤其是講年輕人的話 其實那些行業要培訓一些新血 其實第一方面 他本身就行業發展 這個其實是他應該要做的 另一方面 其實根本上他們要請一些人做事 根本上最便宜都是要請到一些學徒 做年輕人去做28元 他根本不可能 不可能他不請一個年輕人 除非他縮減他的規模 可能他會賺少些錢 不可能他請過聰明 或不是年輕人 可能人工比28元更貴 包括那些發狼師傅 可能人工更高 所以其實我又覺得 這些所謂令到年輕人 講話因為年輕人的經驗差 或者能力差一些 而令到他們的競爭力 就是最低工資 他們會更加雲工 其實這個我覺得 就不合理 因為根本上他們 因為這樣 所以他們已經拿到28元 是一個最低的工資 其實沒有得再低 所以我覺得這些理由 其實都應該不是很合理 所以其實看回 最主要原因就是 現在經濟是好的 所以那個就業的情況是理想的 所以其實現在香港 其實那個就業的數字 是已經去到歷史新高 是去到361萬 是從來未試過這麼多的職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28元一個最基本的薪酬 其實你如果是有經驗的 有技術的人的話 其實他收入一定不止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 譬如你在街上 看到很多餐廳請人的話 其實餐廳 已經用28元請不到人了 一定要用28元以上 是30元甚至32元的時間 才可以請到人 所以你看到就是 已經初步看到的效應 就是說 28元真的變成了一個 起碼最基本的 應該有的人工 講起餐廳和年青人 還有兩個講法 不過這一集的時間 可能就未必是很容許 我們可能下一集回來再講 就是關於 有些家長就投訴 就說年青人的工資 差不多等於一個清潔工的人工 大學畢業生 大學畢業生 都是八九千元 那你是不是減弱了 一些人去讀大學的動力呢 這句我們可能要回應 第二個就是 最近 有外出吃飯的朋友都知道 那些食物貴到 以前可能是30元一大盤 現在你30多元呢 這麼小你吃完之後 還可以 我這樣的身形 跟你差不多 你覺得不夠 沒錯 究竟這個現象 是不是跟最低工資有關係 是不是因為人工加了 所以 我們很多茶餐廳飲食的行業 那些價格都一起上升呢 我想回來那次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探討一下 還有可以再講一下大家 未來如果從工會的角度來講 或者從民間團體的角度來講的話 未來有什麼爭取的方向 有什麼重點是 時機我們是要把握著 即是未來這一年很重要 那或者我們回來 就是這個論盡社福界 我們再講下 接下來的內容 多謝大家 好 歡迎大家回來 收睇我們的論盡社福界 再次介紹一下我們先 有香港政策透視的代表 歐陽大挫 香港副率勞工協會的代表 施承威先生 以及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 的組織幹事 潘民航先生 話說上一集 我們就講到 社福界其實都很關心 最低工資 低薪工的問題 又講到在不同的行業 以及實施了三個月之後 究竟普遍對我們幾個工種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效果 我們看到似乎 就不是一個很大的負面影響 出現了 不過對不同的群體 可能都有一些特別不同的關心 剛才剛剛 就講到一個現象 大學生現在的工資 竟然跟加了最低工資之後 幾層工人差不多 那是不是以後有了最低工資 就等於削弱了這個競爭力 或者削弱了這個動力 向上的動力 大家怎麼看呢 可能最簡單的說法 就是用清潔工來比較 這個最流行 因為例如 如果是現在一個 食環處的清潔工 是8個小時的 他有休息日的話 人工應該是 六九四四左右 沒有記錯 可能現在 一般大學生 我們說 或者可能 讀完中到中七 或者副學士等 出來工作 如果他找到一份 不是太高人的工資 可能一分鐘 就是八九千元 差距就好像 沒有以前那麼大 於是可能 早前就有說過 大學生 剛才學達初 就說 為何讀完大學之後 薪金還是高人少少 我覺得這個 其實有兩個方向可以看 第一 就是究竟 甚麼才是合理的薪金 因為對於我們 爭取這麼多的工資 都是說 大學生 所有人 收入有一個 最基本的保障 於是 所以清潔工 沒有理由 不分任何行業 所有人都要這個底線 另外 就是 大學生 可能就說 我跟薪金相差那麼少 但我覺得 大學生 其實 按我的想法 大學生 本身 如果他們 覺得薪金不合理的話 其實他們都可以 都應該 其實是要 我們做工會 都應該是覺得 要組織起來 爭取一個合理的待遇 沒有理由 就是 就是說 說到別人 不可以那麼高 而令到自己 好像價值突現出來 而應該 大家覺得 應該爭取一個合理的工資 還有另一個 可能更加大家 會聽過的說法 就是說 其實大學生 這個當然 我覺得 可以斟酌一下 例如 大學生 雖然現在 這麼低薪金 但他們 還有很高的 上升潛力 他們現在只捱一下 他們之後 都是 因為他們的薪金 沒有理由 一輩子都是八九千元 他們之後 可能做完兩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之後 可能是一萬多二萬元 所以 這個當然 其實現實就是這樣 其實這樣 他們不可能 是一個大學生 永遠都拿一個這麼低的薪金 而且如果你看回英國 受人最低工資的經驗 就是 當日最低工實施之後 其實對於 剛剛收取最低工資以上的人 是會感覺到 他們的人工 是跟最基層的那班人 是差距拉近了 但是其實 看回英國的經驗 就是這種差距 慢慢都會拉闊 雖然那個拉闊的程度 就不會及得之前 那個差距那麼大 但是他們 因為其實很容易理解 僱主 現在要搞定最低工資的那班 當然要把那些成本 放回到最低工資那裏 但是到 他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後 他加薪金的時候 他亦都要加高 即是那些 比最低工資高一點的人工 令到他們 覺得 其實我的技術 經驗是 需要被肯定的 所以 我們 可以預見 就是 這種 大學生的人工 不及最低工資 這件事情 是不會 長遠一定不會出現 一定是會 有一個合理的差距 是 不過我想這件事 都要我們說回 就是我們 這樣問這個問題 不是代表我們很想 社會應該 有一個很大的收入差距 正正是香港的收入差距 就是因為太大 在外國的收入差距 可能是 十倍 或者是五倍 但是不是的 香港一個清潔工 可能跟一個大學教授 收入差距可以是五十倍 都不要說那些CEO 或者說那些超級高收入的打工仔 所以其實如果 最低工資是能夠拉闊 縮小了一些收入的差距 可能對社會是好事 應該是 那是不是我們 就不應該去害怕 這個煉意效應 因為之前的商界 他們這樣說 就是一個恐嚇大家 最低工資 會帶來煉意效應 令到社會所有成本 會上升等等 所以就反對最低工資 但是其實 我又覺得 現在我們看一看 其實 學一下大粗話 其實 連以效應 或者其實人工 是要上調 其實我們是打工仔 因為很合理的要求 沒有理由 是說我們為了 保持我們的所謂競爭力 保持老闆賺錢的能力 而我們去忍受 或者我們寧願低一點人工 根本上所有人都應該要求 一個合理一點人工 因為現在很明顯 就是所有 我除了一些很高層之外 根本很多 就算中層 華爾下很多人 其實收入 根本上不是一個 我們認為不是一個 合理的分配 所以就是連以效應 好東西 因為連以效應 有的時候 不單止最低工資基層 那班人 是可以幫到他們 是再上一些 可能找一萬元 或者一萬一二元 那些人 其實他們都因爲 最低工資的影響 而可以上升 但如果看回外國的經驗 其實再高些人工 就不會因為最低工資 而有任何工資的變度 正如你剛才這樣說 對於整個社會 財富的分配 以及收入的差距 是會有正面的作用 即是縮減了那個差距 沒錯 所以作為香港政客透視的代表 我們是應該 看回社會政策 作為一種社會政策 是一種社會的目標 是一種社會的功能 令到社會希望可以更加平等 希望消除更加大的 不平等的問題 雖然只是透視 或者像大家所說 只是這樣想 但就算是社會界 也有很多擔心 現在有自己的評估機制 但有很多機構 現在正在搞社企 即是收入政府的錢 政府割撥款的時候 這些機構要想生存 好了 但是社企 很糟糕 因為他可能是 過往是靠一個比較低的成本 即是你知道 可能他在請一些 生產力所謂沒有那麼高的 人士去做 以往是靠低成本 但現在最低的工資來到死了 他們不可以再靠這支歌仔唱 之後怎樣生存下去呢 有沒有遇過或者有聽過這些 看機構或者是社會機構 這樣的擔心 或者現在是什麼處境呢 其實我們看回整體 不要說社企 所有的殘疾人士的就業 其實真的需要去做一些殘疾人士評估 我們看回勞工處的數字 其實是很低的 只有幾十宗 即是大部分的殘疾人士 如果他是就業的話 其實基本上他都是受到 絕對工資保障28元 我們看到其實原因 最主要是因為 如果一個僱主去試圖去逼一個殘疾僱員去評估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嚴重的歧視的行為 我們看到正如我們之前所說的 其實僱主本身很多都不是沒有良心的 他們都覺得如果我們可以平等對待一些殘疾僱員的話 其實這個是一個 對於整間公司 對於殘疾僱員 或者對於整個生意經營 都是有正面的影響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陳奕僱員的就業影響 其實並不是相當中影響的負面 那麼大 譬如我自己之前去過一個精神病康復者的論壇 其實很多在座的精神病康復者 就是收入的上升 亦都代表了他們得到一個認同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在外面聽到一些人對最低工資的評價 其實都是相當表面的 我記得工會有個朋友說過 5月1日之後 有個工友打電話去工會 就說我被人失業 被人炒了 就是因為搞了最低工資之後 然後工會的貫視就問了 那你要賺多少錢一個月 他說我賺12000元一個月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特別大的直接關係 但是很多時候 就把所有的問題都堆下去 是因為最低工資身上的 就好像什麼呢 通脹一樣 近來好像剛才這樣說 出街吃飯真的很大件事 吃不飽的 特別是茶餐廳那些 雖然他說請不到人 但是我們看到那些牌 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會換的 那些數字 大家會覺得有幾大的程度 這個是和最低工資有關 人工加了很合理 很正常 加了楊無出在楊身上 這個 不過呢 其實這個 我又覺得 其實是有少許 回到剛才有說過 那個年以效應 因為之前那個 剛才沒有仔細說 因為之前商界反對說 年以效應很差 他們當然不會說是 因為我們說 拉近這個收入差距 他說年以效應 令到所有中小企 商界的開支大了 最後呢 因為我們原本說 最低工資影響的人 加人工加不是很多 說真的 一年以效應 其實要加多些人 令到他開支大了 就要所有貴了 但我覺得呢 這個說法呢 其實就是 去到我們現在通脹的討論 其實 雖然現在真的有通脹 但是 是否真的因為這個 人工加了 而導致那個 物價升了呢 因為我們看到 尤其是剛才達初你說 那些食品 食股貴了 其實這個呢 也不用我們說 報紙也是這樣說 就說 食材來貨貴了 人民幣升值 等等這些原因 其實 最重要的是一個 現在經常說 地產霸權 加租加得這麼厲害 令到食股 他們 人工當然永遠都是 他開支一部份 但我們呢 我覺得我們 如果要公道一點 就應該看回 究竟是誰影響最大 就沒有理由呢 就永遠都是拿一個 最容易押價 或者最容易說的一個原因 就去把所有東西 都放在他身上 這裡的數字可以說回 就是 剛剛對上個月呢 就 餐飲業聯會 餐飲業協會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總之就是商會 飲食界商會 他自己做了調查 訪問了一千間的食股 嗯 其實發現呢 其中呢 是有十七個百分之的 企業呢 其實他本身呢 在做工事實施後 是沒有 就是工資沒有上升的 這個可能他透過 就是 生減公事 或者其他方法去 就是 人工開支那個 對 人工開支沒有上升到的 而有三乘三的公司 其實是 那個人工開支 是低過五個百分之 就是你數數手指 沒有增加 和增加少於五個百分之 已經佔了一半了 那就是說 其實呢 他們的調查都已經反映到 就是最低工資其實沒有 對於那個 就是 人工的成本其實上升很多 那另一個可以說回的數字呢 就是呢 其實呢 那些租升得多厲害呢 就是 譬如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 就是在旺角西洋菜街 在八六戶戲院旁邊 有一間 肯德基加香雞 那肯德基加香雞呢 他現在最近呢 就被人加租 加到每個月九十萬 那最後呢 就因為九十萬租呢 他搞不定 於是他接下來都要倒閉了 那間就是那間 那間 那間肯德基要撤離了 那所以你看到就是 究竟 究竟現在 就是那個通脹 或者那個 餐廳 那個加了百分之五十左右 差不多 即原本可能是六十萬 六十萬左右 加了九十萬 三分 加了三十萬租 那其實就 根本上就是 那個租令到 很多食肆被迫一定要去 加價 如果他不加價的話呢 他根本上都做不住 嗯 但是就是 我們要去 分分開就是 其實最多的工資對於 就是食肆 或者對於很多 我們現在外面的零售行業 其實影響根本就不大 嗯 這個就是大的品牌 剛才你說的那些 就是 講得的應該就是 這個 就是某些連鎖的快餐店 那個影響 似乎都大了 更何況中小企 就是更加面對 可能是一個 就是不單止地租 還有那個工資成本 就是那個 可能是一些大企業 壟斷的情況 亦都是相當嚴重 中小企 現在 是不是都還那麼害怕 因為 我們知道 接下來我們還是想 就是最低工資 有得調整 但是中小企的反應 好像也是很差 現在 我猜就是 其實都是 就是 要分開就是 中小企的 可能成本那個上升 就是來自哪些因素 正如我們所說 工資根本上對於 中小企來講 不是一個最大的升幅 不是一個最沉重的負擔 反而就是租金 其實現在越來越明顯 就是因為現在 就是很明顯 因為有自由行 自由行 令到商鋪的租金 是上升的 上升的很重要的 如果你在旺區 你間中小企 一間藥材店 或者一間小食店 根本就不可能做得住 因為那些租 是以倍數的方式去上升的時候 他才被迫轉去其他地方 其實是又影響他生意 他的成本都上升 但是這些 亦都 又是 都不關最低工資的事 但是就是 很多時候就賴到最低工資的數目 是 我想這也是很多中小企 飲食業面對的事 不知道清潔業 清潔業那些應該沒有什麼地方會用 就是 租金的比例應該會小 那會不會最低工資的效果 對於中小企的清潔公司 那些負面影響會很厲害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是清潔這一行的話 說真的 現在我們看到 很多都是一些 最少如果是投一些大的地方做的那些 都是一些大型的清潔公司 其實就是 因為清潔公來講 因為現在 除了外面了這麼多年 很多公司 會提出很多要求 一些資金的 資本的最低要求限制 擺按金 基本上很多小型的清潔公司 慢慢都會 越來越少 反而有幾間就會獨大 所以 在我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 在清潔這行來說 不論你大又小又好 其實根本上 他給多少錢工人 其實一定是 由最後外判出來的大老闆去決定 即大老闆給多少錢他 他中間可能會用盡不同的方法 去省錢 但最後 有一定的數據 都一定要給到工人 所以 如果我們清潔這行 我們一定是看 這個最大的老闆 他是要給到一個 足夠的人工的工人 中間那裡 我們當然要監察著他 不要出現什麼問題 但最後 只要大老闆肯給的話 其實不論是大公司 大清潔公司 小清潔公司 其實工友都不會受到什麼影響 看來市場上 那些企業 都似乎消化到 暫時消化到最低工資的影響 根本未出現災難性的結果 好了 我們民間團體 或者勞工團體 接下來這一個年度 通脹仍然是這麼厲害 說真的 你時薪28元 連麥當勞的餐都快買不到 其實接下來會有什麼 爭取行動 或者有沒有什麼時間 是很重要的呢 我想正如達齋所說 通脹現在這麼厲害 就是28元很明顯 已經見到開始不夠用 所以其實工友的感覺 都會覺得 雖然加上工 但是同一時間通脹 都上升得很厲害 其實不斷蠶食它的收入 所以變成28元 我們已經開始要質疑 就是 是不是一個足夠的數字 其實我們看回去年 去講水平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要講 我們要一個合理的生活工資 這個工資可以養活到 我們自己和我的家人的 所以33元時薪 其實仍然是我們要努力去爭取的 一個做法 所以其實現在接下來 曾蔡全都講了 就是要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 施政報告要去回應這個問題 提升最低工資 就是正正一個 最好解決貧富懸殊的方法 所以我們就真的要 在接下來到施政報告這段時間 我們要有更加多的聲音 有更加多的 方法去講出來 就是其實我們要求 盡快檢討最低工資 令到基層的人 其實不會說 有了最低工資 等於沒有了 因為通脹都已經吃光了 他的工資的增幅 所以曾蔡全不要以為 只剩下一年的時間 我斜了 我斜了 工會又斜了 我也同意阿翰 因為其實那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調整最低工資 其實那個主動權就是在特首 去叫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 要開始去做研究 計算現在最低工資應該是多少 所以我們都很要求 特首那裏一定是要 就是盡快要求 叫這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 就立即去調整 就是去開始檢討 最低工資水平 因為呢 其實現在這個28元 就已經是用09年左右的數據 去考慮 當然我們不知他怎樣考慮 總之他說用09年的數據 去到現在呢 即11年12年都來 其實很多東西加了那麼多 其實是很應該 是要用一個再新一點的數字 去重新去計算 即現在合適的工資水平應該是多少 因為其實永遠都是回到 我們這麼多團體所說 我們要求最低工資 就不是說要跟老闆怎樣 當然可能在會上要跟他談 但我們的基本的原則 就是一個最低工資 是要救我們工人去生活 這個就是我們的底線 所以如果現在用09年的 你計算現在的生活說明 當然是不夠 所以我們既特首要做事 另外我們其實接下來 我們都是要找這個 就是最低工資委員會 是跟他們要見到我們 就是這麼多工會團體 去說回我們的意見 因為他之前就完全是 好像不太理會我們 是的 他理會了可能有某一些 團體 某一些聲音 我們聽得特別大 是的 我們這些是比較偏遠的 好 所以今集主要都是我們集中 講一些最低工資之後的處境 但是作為關心社會政策的一個節目 我們都會看政府 使用最低工資這個方法 作為一個社會政策 去介入這個勞動市場 其實反映本身市場 是作為一種分配資源的 即是機制的一些失效 或者根本保障不到的 勞工基本的生活 而我們會覺得 勞工不單是一種商品那麼簡單 我們是要養家的 即是要有我們自己的發展 所以我們是必須要政府 是有一個更好的保障 去看回所有 確保每個基層都有充足的生活 以至到他們自己 他們的下一代 他們的家庭 都可以得到一個最基本的生活 以及一個有尊嚴的待遇 所以我想這一集 我們亦希望提醒各位 螢光幕前面的朋友 最低工資 對經濟的效果 我們當然要重視 但是 不能忽略最低工資 作為保障的一種 很正面的一種功能 今節的時間大概到這裏 謝謝兩位嘉賓 下一節請大家再收看 論進社福界 多謝大家 我的工作 再探訪 iph獨 5個 店 4個 混合 4個 4個